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丁尼辉对阵奥沙利文的比赛 这也是一场非常经典的对决 我们来看双方的低局 目前火箭是拿到了21分 还是用他标志性的带伞球追来逼迫丁尼辉 减少防守 看一下左下方底带有长台的 好球 长台直接打进 踩球是不是不太好接 选择篮球 切进啊 切进以后 黑球左下方的这一颗是有单下的 这刚刚就很考验较位了 往上一走 黑球不一定能较到 顶到了黑球果然这样的话就断掉了 转防守 嗯 我们就先给他放上去 哎 看一下这颗红球 养到带口了 金尼辉要不要拼一下 不过也不好打 贴裤了 嗯 没有打进啊 没有打进 奥沙利文钓鱼成功了 球队右边数第二颗 好 打进这一颗顺利上手 篮球有衔接 接的不太好 这干看一下粉球下方的第二颗去切一个薄球 第一颗没切到 嗯 二次撞击以后 刚好留一颗带口球 送了一个好机会 而且球队还够散 打进先接一颗粉球没问题 这个球形就围着粉球来得分就可以的 好 右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嗯 登起来以后 接着要粉球 火箭送的这个机会 可能第一局它就没了 横台过来以后 再吃一颗左下底是没问题的 然后粉球去接一颗中弹 好 中弹打进 这颗 右下方底带靠近带口的这颗 看看彩球的一个衔接 绿球还能打 但是考虑防疫干嘛 打进绿球也不好接 咖啡球打走 然后母球往绿球后面贴下 漂亮 这杆斯诺克做得好 三酷解大 但是顶出来的这颗刚好露右下底呀 打进 要到粉球没问题 好 再吃一颗粉球同带 嗯 中弹接上了 这就 嗯 这你会想要超分 需要把红球处理完 直接移库走到位 然后最下方的这两颗 先给一个向上角度 直接登到粉球 嗯 看一下球形 可能黄球和黑球是比较靠近库边的 而且黄球是必须打 要不然火箭肯定是不认输的 这会是一个难点 现在我定就会领先35分 黄球打进应该就不追了 好 剩下的打到黑球之前都没有难点 终带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非常好 好 第一局定一键会拿下1比0 我开始打托 我开始打托 就这法转刚才 我开始打托 我开始打托